台北知名楊先生呢 2018年他逛春季旅展的時候 就看中了飛魚旅行社推出的綠島 兩天一夜行程 所以呢他是花了一萬七千塊錢 買了六套個人套票 但無奈之後就碰上疫情了 再加上這間旅行社呢 其實在2022年就因為資金周轉步鈴倒閉 之後是透過了旅行責任險 這賠償金卻只能拿回來 兩千三百四十六塊錢 讓他直呼也差太多了吧 兩千多塊真的是太少了 看著眼前的賠償金真的好無奈 台北證明楊先生 原本要帶家人去綠島玩 花了一萬多塊 卻是一個永遠無法出發的旅程 算一算金額大概呢 我總共講了一萬七左右 但是呢賠償金額 大概只有旅費的十四趴左右 那剩下的錢呢 是自己認賠呢 還是我們負責任要出來 拿出旅行社的行程宣傳單 楊先生在2018年逛春季旅展 買了前往綠島的船票和住宿 六個人兩天一夜 總共一萬七左右 但過程中碰到疫情炎後 加上這家旅行社 在二零二年倒閉 透過旅行業旅約保證保險 只能拿回兩千三百四十六元 完全不到付出去的旅費一半 其實是非常惡意的 因為明明知道他已經快倒閉了 但是還是一直在收我們的旅展的 一個消費者的一個旅費 一群人求助五門美好的出遊 進化成泡影 二零二年飛魚旅行社受到疫情衝擊 現今周轉不零 被指控是惡意倒閉 有七百位旅客受害 和台北楊先生五年前購買的行程 付出去跟收回來的錢 完全不成正幣 平保協會表示 若要支付旅行社團費 多用信用卡付款 還未突团錢 能使用未收到商品保障機制 拿回金額 原本到旅展想減便宜出遊散心 但卻碰上旅行社倒閉 旅費要不回 讓消費者直呼真的太倒楣 第二章群王嘉慶 台北報導